和大姐在东莞堂下的大碧村经营公寓生意 昨晚十点多 儿媳妇小宋在二楼的前台值班 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走上楼来说要开房 就在小宋低头准备办理登记手续时 男子突然拔出一把水果刀 顶住了小宋的脖子 就从你那里走到这里 我以为是套身份证或钱的 谁知道他拿了一把刀出来 我就在这里叫 我往里面去 我就往这里面歪嘛 他就拿着刀架我 他当时架在你脖子上有跟你说什么吗 他说好我换个事 给我几百块钱回家 就这么多 小宋的一声尖叫 惊醒了正在礼物休息的何大姐 走出来看到这一步 他竟然鼓足勇气 上前把男子一把拽开 我媳妇有小孩嘛 就是 我就是你要要挟我嘛 就是 你要挟我媳妇的他有孩子嘛 我就说 他就拿着刀要挟着我 问我要钱 当时小宋两个月大的儿子 还睡在前台旁边 见到婆婆一声唤疾 小宋赶紧把孩子先抱走 然后一回家拿钱为由 离开了公寓楼 而何大姐这边虽然脖子上架着刀 但还是好言相劝安抚男子情绪 这一号就过了八分钟 直到小宋带着小叔子小刘回到了公寓楼 这才意识到慌乱之下 竟然忘了报警 我看到很紧张 我问他干嘛 他说上面有人抢劫 就我要帮他报得紧 小刘上楼后 看到母亲仍被人用刀顶着脖子 马上挥舞铁棒 做事要打 刚刚放松情绪的持刀男 立刻又激动起来 持刀男马上起身 勒着何大姐一起下楼 此时其他的亲属也赶得过来 他们堵在楼梯口挥舞棍棒 想要以人多势众 吓退持刀男子 谁知男子见趋路兽组 手中的刀勒得更紧了 我是这样吗 他搞了刀要挟我这里吗 我就是这样吗 这个手捏住了吗 这个手我就捂住脖子吗 男子最终冲下楼去 撇开受伤的何大姐 逃之夭夭 家属马上把何大姐送往医院 经检查 他的双手都被划伤 其中左手因为曾用力握住刀刃 导致四指肌腱断裂 今天一线记者联系上 东莞唐夏警方 对方表示 该案正在真办中 嫌疑人都是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 一般的市民 千万不要用这种暴力或者威胁的手段 去靠近嫌疑人 试图自己去解救人质 那一定是要想尽办法的安抚 嫌疑人的情绪 那确保人质安全 并且第一时间要报警 感谢观看